你们也看过我骂这个发烧好的那好几次对吧 这个人是一个金融界的司马男 就是满罪跑火车 没有一点事实 没有一点真相 基本上喜欢讲宏大叙事 喜欢很小概念 偷换概念 然后讲一些思识而非的观点 玩相对论 双标 我骂了他很多次了 今天我来录一期视频 我刚刷到的 比较忍不了 我就直接录一期骂他 各位你们天天催着我更新 我是真hold不住 互联网上又没人养我 好啊 今天的股市又一次让大家看到了信心有多重要 对吧 你看过有靠拉上证50保密 不对啊 今天的股市跌得很惨啊 不要吹牛逼啊 这两天股市跌得都很惨啊 命的疯牛市吗 所以前几天啊 谁喊着疯牛市来着 你拉出来打就完了 对吗 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当代金融 尤其是二级市场 是投资人信心的游戏 你跟美国人在资 错了 二级市场是金融分析的游戏 是PE 是适应率的游戏 适境率的游戏 不是信心的游戏 不是吹牛逼的游戏 不是吹泡泡的游戏 信心再高 没有钱进来 没有你的基本面支撑 你是支撑不了你的股市 你的估值的 不要投衡概念啊 不是说每股都在玩信心 每股都在玩的是一个基本的 每个公司的财报 基本面 不是跟你玩信心啊 市场上硬碰硬拼的就是预期 如果我们自己不敢把预期打开 那美国人当然乐得踩死你啊 预期 预期不是你想打开就能打开的 预期你自己是什么状况 有自己的数据 有自己的工业增长值 有自己的规模以上企业利润 有自己的通过CPI PPI 有各种指数 有GDP增长 有社会消费零售的指数 这个东西不是你能打开就打开的 打得开的 这个是统计局 给你的数据你要看 不是说你自己要吹上去 这个数据你改变不了的 好吧 就是武器 你自己不强预期就任由别人预期你了 你就听着呗 你看看纳斯达克预期都成啥样了 都上天了对吗 自有大儒为人家变 纳斯达克每个公司都有财报 看一看人家财报 再说人家是什么大牛变精 还是什么大儒变精 还是有人给他吹上天去 人家纳斯达克美公司 苹果 微软 NVIDIA 你看一看人家财报再说 好吧 这个不是说人家给为你变精 而是说如果你财报有假的话 ICC美国这个证券官的管理 监管委员会会找你麻烦的 不是人家为你变精 是你自己要发布财报 好吧 金融战里谁赢他们跟着谁走 你以为咱们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吗 这个牛市咱们是真的没有基本面支撑 不好意思 就是这么差 就是这么没有基本面支撑 大家非常想找基本面去支撑你的这个股市 A股的市盈率 A股美国股票的市盈率 A股那个 实际上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任何基本面支撑的数据 好吧 不要吹了 你要找到你自己说 不要老说 让你们去找 你要找到 你跟我们来讲一讲 好吧 我就跟各位再汇报一次 啥叫所谓的宏观基本面 就是你抛开微观主体的分析 在二级市场里 你什么东西行 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基本面 什么东西不行 什么东西就不是你的基本面 不要把拉 错误 完全要看宏观的数据 宏观的数据是要看的 不是说你说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搭机桶里的东西拿出来品头论足 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潜规则 所以今天没有像咱们这样的 聊起股市行不行 先说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 你往好听了说 这叫没专业 没玩明白 你往坏里揣测 这就叫对手的传声筒 任何经济 错误 房地产会影响中国很大的经济 房地产影响上游的相关的产业 水泥钢筋石油 水泥钢筋 然后相关的绿化 相关的房地产公司 相关的金融信贷 都是巨大的影响 房地产完蛋代表了中国有30% GDP是岌岌可危的 不是说房地产完蛋会对中国 基本面不受影响 中国有30%包括土地财政 包括行政市政 包括基建 都是跟房地产或多或少有关系的 房地产完蛋证明了这些东西 也要跟着去衰退 房地产是真正中国经济的情予表之一 包括外贸制造业 包括房地产 包括消费 不要小瞧房地产 房地产 还是他们总是想把房地产摘出去 觉得房地产对中国没有这么重要 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 房地产不仅是家庭最重要的资产 房地产也是中国社会每个城市 三线以下的所有的小城市 大的基建 产业园 政府财政土地出场 今天8万亿 房地产8万亿 你说不上来 你说什么经济好起来 就是这帮人吹起来 已经是为这个东西洗地 没有脑子了 咱们就类比美国 它不行的东西 你自己去角落里 桑木达眼等着退市去 落后的被淘汰的 不符合市场和时代的 从来都是被所有人边缘化的 没有大张旗鼓 作为基本面去给它定价去的 听懂了吧各位 我问一下恒大和毕贵园的股价 是桑木达眼退市的 对吧 新东方和徐儿思 是桑木达眼从港股退市的 对吧 你好多什么融创 什么烂七八糟的 房地产市场退市了 现在 他们往下下跌 是不是对A股有一个大盘的影响 对吧 不是说你偷偷退市 桑木达眼退市就完事了 你是大股 重筹股 而且有很多公司的股票 资产 债券都在里面 不是说你自己偷偷退市就完了 一定会影响上下游 包括你的债权人 包括你的股东 一大批人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的 在今天中国 一张嘴就是房地产 一张嘴就是互联网大厂裁员 一张嘴就是地方政府债 我问一下美国 互联网大厂裁员是另一个问题 中概股 在美国的中概股 这几个 几百别的 就是千亿 或者是百亿级别的这些 还有一些十亿 或者是几十亿级别的这公司 他们是不是中国最值钱的公司 他们裁员是不是代表 他们自己财务状况是有问题的 阿里 京东 B站 知乎 微博 包括美股上市的这些公司 是不是他们很多年 财报没有 几乎有十几个季度 台湾没有增长了 不要说互联网公司是小公司 互联网公司是中国最值钱的公司 在美股上市公司 你们这些公司不赚钱 利润率直接往下跌 然后财报 每年的revenue就是营收不增长 这是大问题 中国总共最好的几个科技互联网公司 不赚钱了 这是中国经济的大问题 消费零售 电商 移动互联网 看看腾讯的财报去 不要说他们的财源是小问题 他们是中国在美国上市的 或者是在香港上市的 香港上市的就是腾讯和美团 他们是 当然美团的增长是很快的 但是美团这点增长 弥补不了其他那些公司的停滞 所以说不要说他们是小问题 他们总是想把这个 你看这个人就有一种特点 就是为什么说他是金融司马男 大事化小小事化疗 最重要的问题 他跟你说没事 不要紧 这是大事 这是最重要的大事 中国几个房企 几个银行 几个互联网 这是最大的企业 你这几个企业都不行了 赚不了钱了 你下面的企业怎么赚钱 我就满嘴 就是睁着眼说下话这个人 就很无耻 美国债35万亿 是美股的基本面吗 那你为什么只看 美股的基本面是 用你们自己的话说 内债不是债 美国的联邦 美国的国债是美国自己的内债 按照你们的话说就不是债 那英伟达 零元购是美国的基本面吗 零元购 这个当然是美国的基本面 零元购对美国的市场 对美国的城市一些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但是他不反映到股票市场里面去 好吧 江湿城是美股的基本面吗 江湿城 中国没有江湿城吗 东北那些小镇 鹤港不是江湿城吗 西北那些石油枯竭的城市 石家庄的那个 不是张家口的 那个周围的一堆城市 那不是江湿城吗 你说江湿城是美国的问题 中国没有江湿城吗 去东北看看去多少城市 已经没有人了 只有老年人了 留出人口多少啊 看看西北那些江湿城多少啊 哎呀就他老看 拿放大尽找别人的缺点 自己的缺点一点都不看 就是你这种 就是这种东西 很容易被回线标打中的啊 码头罢工的是基本面吗 美国 码头罢工这个东西 我只能说 他这点说的很对啊 美国码头罢工这个东西 确实是这工会组织 比较影响力比较大了 但是他不影响美国的 这个整个的运输 因为码头罢工是东部台湾的 一个码头罢工 西部啊南部啊 其实这些码头 这些还是正常运转的 高端制造业连续六个月萎缩 平均 你看一看中国的 规模以上的制造业 多少多少个月萎缩了 利润率下降了多少了 你不要老说美国 中国的规模 不是说中国的高端制造业 规模以上制造业 你看看下降多少了 近三天就有一位科学家被迫害 这就胡说八道 超过两万名科学工作者 逃亡到中国 我问 我不知道这个是从哪听来的 这个可能是那些 我不知道你从哪听来的 这个给我看一下数据 你要不然这个 拿嘴当刚门可不行啊 什么天天拿嘴当刚门 这么喷粪 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那就 聊金融 你在这造谣是不行的啊 算不算美股的基本面 那怎么听不见你们吹嘘呢 那怎么到了中国这边 基本面的评价标准就全变了呢 对吗 有没有某位券商首席 你能站出来 你告诉告诉我 为什么咱们的高端制造业 商业公司2400多家 平心而论 2400多家 你自己说说高端吗 我不让你 你自己问一问 在座的听众说一说 2400家A股上市公司高端吗 我认为A股最 比如说赛河科技 他在A股上市吗 他不在美股上市吗 A股上市公司有哪些高端的 科大训飞是吧 就是这些人就是天天自己 美国这个不行 美国那个不行 到了A股这边 我们都是高端 我们都是牛逼的 但A股数量的45% 凭什么市值只占6% 那眼睛都让屁股坐住了 为什么给他们的预期这么低 预期低不是因为你财报难看吗 A股的所谓的这些高端制造业 你们财报拿出来看一看 不是说对你预期高还是低 这个不是说我在这儿猜你语 或者我在这儿吹牛逼 谁比谁吹牛逼大 您拿财报出来看一看市场份额多少 利润率多高 营收多少 您得看一看 不是说我认为中国制造业 4500家制造业以后 肯定把全世界值1000万亿 这个你不能拿嘴当肛门 喷粪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要扎扎实实看一看你们的财报 好吧 为什么他们的未来 他们的市场增量不被资本市场认可 作为中国 不被资本市场认可 正好证明了资本市场是理性的 就是你们的财报 他们是有眼睛看得到的 财报造假的地方 他们会找人去调查 去再去了解 正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 不是你的观众 不像你的观众这么弱智低能 听风就是雨 他们是认真的一个多少页的财报 他们一个组的人 几四五个人 要挨个翻一遍的 所以说他们不像你的粉丝 这么容易被煽动 太大实施的 每个公司赚多少钱 这个是人家财报写着的 赚不了钱就是赚不了钱 利润低就是利润低 恶性竞争就是恶性竞争 被逼退市就是被逼退市 不是像你的粉丝这么宣执扬的 就是这种 我们只要一说 对他预期拉高了 拉10万亿 100万亿 他就能涨上去的 不是的 金融市场是有他的基本的规律的 好吧 投行你应该讲的故事是什么 是未来美国一块芯片都卖不出去 都得被中国人卷死 就是我很好奇 美国一块芯片都卖不出去 你说的到底是哪个公司 是龙芯吗 是汉芯吗 我就不知道 你就是你们说的这个 你讲这种一期是给谁听的呢 是给那些傻子听的吗 就正常人都会多问你去 就是说美国是一块芯片 一块芯片都造不出来了 中国的造给谁呀 中国的是谁造出来的 现在有订单吗 有产品路线图吗 有融资吗 在A股还是在E市场 还是在港股 这个您得答出来 您不能说我拉高预期 然后一定都能涨起来 然后您问哪个公司 是有占卖能外 把英伟达 把英赫尔 把什么高通博通都能干死 您说不上来 这个不行好吧 您这个预期 就是说您如果把这个东西叫预期 您这个嘴就跟肛门差不多了 就是在喷粪的 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东西好吧 当年的光伏一样 这才对呢 不然你以为投行是干嘛的 投房地产 我用着你吗 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将近40% 跟当年美国二战后的水平一模一样 今天中国不开工 恨不得全球一天都过不下去 那凭什么 你们一张嘴都是房地产 地方政府债呢 你懂什么叫投 中国制造业还是那句话 你要看看制造业的基本面 我经常 我说了很多遍了 这个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利润 PPI就是中国生产的一个 就是product price index 这个一直是下跌的 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是很低的 包括所谓的光伏新能源 他们的产能制造利用率70%60% 就是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 产能是没有开工的 因为产能过剩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粉丝们要 观众们要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这不能听他这瞎说 我觉得这个有点离谱 你明白什么叫资本市场吗 如果当年伊莎维拉女王都像你们这种评价标准 打死他都不能偷哥伦布 哥伦布是什么年代的老皇帝了 你拿那个东西 当年哥伦布那个是赌博 是大赌博 因为信息不流通 信息不完备 监管市场不完备 今天A股是让你赌博的地方吗 A股你要 大家是要看财报的 你不能说我在那吹牛逼 我发现一个新大陆 我在地球上 我在发现一个几万亿的一个市场 我把它都吃过来 这不是赌博 不是吹牛逼 金融市场 你自己懂金融市场吗 我就跟他聊的 跟他这个编的有点累了 就是说如果在这吹牛逼是不行的 这个东西 咱们不能说是金融是最不吹牛逼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金融有具体的分析 有具体的财报 有具体的研判 有具体的研报 有各种各样分析师去看你的东西 它是最不允许你吹牛逼的一个产业 就是像你他这种人吹牛逼 就是在金融行业里面 应该是最不受待见的一种人 因为你吹的牛逼 你自己可能都不信 不是你自己都不信 就是A股的股民们 但凡有一点点常识 你不能信他说的这种东西 你得就是股市有风险 若是需谨慎 你得看财报去 看业绩去 您说中国以后一定是世界第一 把学生界其他人都掉起来打 这芯片都是中国造的 然后什么什么都中国造的 这种话 不应该是一个金融从业者 说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种话太无耻 太弱智了 这种东西 印度公司的股票 怎么可能会被人抢 一文不值 哪个国家的经济不是结构性的 股市从来都是优等生的秀场 投资的都是对未来乐观的光明 优等生的秀场 就是中国银行 中国石油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您看看中国股市的优等生 都是什么 贵州茅台 你说拿这种东西拿出来 你管它叫优等生 你脸还往哪放 中国股市如果都是这种优等生 A股的七姐妹 都是这种垃圾的资产 我确实认为中国A股 就是纯垃圾 这叫优等生的话 中国股市 都是比他们差的股份 那就是更是垃圾中的垃圾了 对吧 你还说投资 都是对未来光明的预期 你光明的预期 是中国工商银行 再多赚点钱 茅台再多赚点钱 这叫股市 这叫A股市场 这叫什么光明 这叫什么预期 这叫什么基本面 您的预期 那凭什么别人走T台 都可以秀头秀脸 中国A股就只能秀夏尔道 所以人家走T台 是苹果 是英伟达 是Meta 是Google 是特斯拉 您走T台的是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贵州茅台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您走T台的 都是什么东西 不要太拿自己当人 就是您就说 你走T台到底是 这个脾气有点上来了 让他继续说 你问我今天的牛市 有没有基本面支撑 这是一句废话 一句屁话 你自己的未来 你自己都不看 你有什么资格讨论资本市场 各位你们天天 最后这句话说的太对 一句屁话 一句废话 你自己的未来 心里都看不懂 你讨论什么资本市场 这句话就应该送给你本人 好吧 这种人 我可能以后还会录几期视频 回应他 太傻逼了 傻逼到几点了 我觉得这种 15分钟 16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就是在跟这种人去辩论 挺有意思 让你们看一看 这种人的嘴脸到底是什么 满嘴跑火车的一些金融的一些 金融司马男 金融金灿荣 他们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满嘴跑火车 没有一句实话 这种人其实很可怕 好吧